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来问一句话 如果现在有人从你的旁边走过去 你会不会抬头去看他 你的眼睛为什么不由自主地会随着他去呢 你为什么不要专心做你原来的工作呢 我们时常都借口说 因为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所以才会害我们如何如何 比如说别人都给我们坏脸色看 别人骂我们 别人说我们的坏话陷害我们 才会害我们的心情不好等等 我们的广亲老和尚 有一句话叫做石头狗 什么叫做石头狗呢 就是说 如果人拿个石头向狗丢过去 这只狗就莫名其妙地开始去追那块石头 追了老半天 原来是一块不能吃又没有用的石头 除了跑得气喘吁吁以外 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只有白费力气而已 狗为什么要去追一块没有用的石头呢 同样的道理 人为什么要去追一个别人坏脸色 别人丢过来的一句坏话呢 追逐计较那些有什么用呢 人的心念为什么要去追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呢 人的心念去追想无意义的事 就像狗莫名其妙地去追没有用的石头一样啊 不要去追不是更好吗 我来讲一件事情让大家做参考 有人送给我的朋友 花莲非常昂贵的高跟鞋 他一看 这种鞋不知道什么时候穿才好 有一天 慈祭功德会要开委员会 他就把这双鞋穿去花莲开会 一去之后 听到正眼法师的开示 又看到慈祭功德会的诸位菩萨 大家慈悲又团结的精神 他实在非常感动 在回程当中 一路上就专心思维着法师所开示的佛法 可以说思维的法喜充满 等到他回到高雄的家里 爬楼梯上楼 他的妈妈问他说 咦 你的小手不好 他才忽然间想到他的鞋 跑到楼下去找 结果没有鞋 他就打电话去问一起到花莲的师兄师姐 大家竟然回答他说 我们大家一路就看你都没穿鞋 觉得很奇怪 又不好意思问你 看你好像想事情想得很专心 也不敢打扰你 这位朋友笑着告诉我说 我闹了一个大笑话 你知道吗 我上身是挂着耳环 又穿着旗袍 竟然下面是赤着脚 有花莲一路回到高雄 都没有想到鞋子的事 他们说好看都一直看我 又一直笑我 竟然我一点都不知道 是啊 以前广亲老和尚时常说 你如果没有看他 怎么会知道他在看你呢 是因为你自己在看他 执着他才知道他在看你 我这位朋友 当他的心没有在意外面的境界 没有执着别人的眼光 一直专心思维佛法的时候 外面的境界对他而言 根本毫无影响 别人的眼光和嘲笑 对他来说等于是不存在呀 若人心在道 自然无烦恼 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我们的心如果一直很在意 很执着外面的人啊 事情啊 我们的眼睛耳朵自然就会跟着溜出去 根本都没有把心念真的投注在佛 然而反省一下 我们所在乎所追逐的那些事情 是不是按一块丢向狗的石头一样 是没有一样精神 跟我们往生西方毫无关系的 那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有什么价值值得耗费精神去追逐呢 我们难道甘心做一只追石头的狗吗 老和尚说 这么没主张 怎么去西方啊 必须要有智慧 能够看破 丢来的石头 不值得追 安住自己的心 不要去盲目乱追 才做得了主 念佛 念得自在 否则阿弥陀佛来了 你还忙着追石头 追得看不见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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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